人形恶魔玩出新花样 竟然以小镇的牲畜为耳 逼迫居民们在夜间走出安全屋 结果警长和餐厅老板娘被火捉 硬生生上演了一出人间惨剧 其他居民虽然逃过一劫 但整个晚上都在担惊受怕 索性牛羊抓回来不少 未来一个月也不愁会被饿死的 当杰克来到农场骨仓 第一眼便看到了血肉模糊的老板娘 而小镇警长则跪在柱子旁 嘴中不停念着什么 解开手铐的一瞬间 他一个剑步抱住死去的老板娘 口中发出凄惨的哀嚎声 天知道这个男人昨晚承受了多大痛苦 当警长好不容易稳定情绪 他和杰克拖着老板娘尸体走出骨仓 街上的行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 警长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十分自责没能保护好善良的老板娘 好不容易抵达教堂 警长小心地将他放在木板上 杰克憋了很久 终于问出心中疑惑 你俩昨晚都被抓了 为什么他死了你却活着 警长和人形恶魔打交道多年 知道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人 而是让人真切感受到恐惧和绝望 走出教堂后 门口仍然站着不少居民 警长默不斜是默默走向前方 这时候群租屋的唐大神跑了过来 他对警长同样充满怨念 昨晚虽然救了不少牲畜 但也害死了餐厅老板娘 这简直就是得不偿失 可警长却认为自己没错 如果那些牛羊都没了 所有小镇居民都有生命危险 唐大神没再继续辩解下去 他说这些是想让警长认识到 小镇的一切都是被操纵的 昨晚人形恶魔的引诱行为就是证据 大家的生存难度正在升级 警长听完后脸色一沉 这一点他却是忽略了 惯人马克对小镇最为了解 得知昨晚的遭遇后 整个人都有些崩溃了 他早就说过小镇必将迎来灭顶之灾 继续待下去迟早都得完蛋 说完后就气愤的拴门而去 而在森林小木屋度过一夜的李强 醒来后发现吉姆不见了 跑出去一看 对方竟然在湖边摘着蔬菜 吉姆简直难以置信 这些食物足够居民吃上好几个月了 应该是之前住在此处的居民留下的 两个人喜笑颜开的带着大包蔬菜返回小镇 可很快发现居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吉姆确认自己的孩子没事后 常常舒了一口气 反观李强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难道是自己的妈妈出事了 他强行打断了众人的发言 飞快跑到自家茶餐厅 转了一圈没有看到那道忙碌的身影 李强终于接受了现实 自己的妈妈不在了 医生克里斯蒂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坐在身后 也不知过了多久 李强终于主动开口 他的父亲也是被恶魔杀死的 凄惨的模样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李强之所以没去见母亲 就是担心看到类似的情景 善良的克里斯蒂做出保证 他一定会让老板娘跟平常一样美 转身离去后 餐桌上的收音机自动放起欢快的音乐 李强都快气炸了 这是故意恶心自己的吧 可偏偏想关还关不掉 于是干脆将他物理毁灭了 他的眼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当警长走进餐厅的仓库 看到李强正在网瓶子里灌着汽油 他的心中生起不祥的预感 询问之后才得知 李强准备前往洞穴一趟 传言那里是人性恶魔的巢穴 他要放把火杀光对方 警长心中也憋着一团怒火 当即决定跟李强一同前往 两人很快来到树林中的洞穴入口 计好安全神后 他们正准备进去 警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会不会就是恶魔想让咱们做的 在漆黑的洞穴中跌跌撞撞 如果真的遇到恶魔 咱们必死无疑 这个问题其实李强也考虑过 但是只要想到母亲临死前的恐惧 他就觉得必须为对方做些什么 警长沉吟了一会 表示老板娘死的时候 一点都不害怕 李强这才知道 母亲遇害时警长也在场 他说老板娘表现得非常勇敢 还用粤语重复说着一句话 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警长却练习了一整夜 当他声色地说出这句话 李强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照顾好他 母亲临死前还在想着自己 那他有什么理由作践自己的生命 想到这里的李强 终于放弃了强闯洞穴的计划 而此时的克里斯蒂着实有些后悔了 他没想到老板娘的死状如此凄惨 可刚刚答应了李强怎么可能食言 杰克之前住在老板娘家里混吃混喝 心中一直充满感激 得知克里斯蒂要给死者化妆 他主动表示要参与其中 两人刚刚开始没多久 沙拉带着一条裙子走了进来 这是他在茶餐厅工作时 老板娘送给自己的 其实对方也非常喜欢 还说过离开小镇时一定得穿上他 在两人的西星打扮之下 老板娘的外貌果然焕然一新 刚刚离开房间 李强和警长便走了进来 克里斯蒂欣慰无比 总算让他看到了母亲最美的一面 当天下午 居民们齐聚教堂参加老板娘的祭奠仪式 他是小镇中的元老之一了 在座的许多人都得到过老板娘的照顾 尤其是其中的黑人警长 认为老板娘绝对不能白死 仪式结束后 警长将儿子埃里克叫到一边 叮嘱对方明天一定要来帮自己 他想到了抓捕恶魔的办法 埃里克嘴上答应下来 可内心却十分抵住这种冒险行为 因为他的妻子卷发姐怀孕了 这将是小镇有史以来诞生的第一个小生命 埃里克自然是小心在小心 只是卷发姐的孕吐反应很严重 待在厕所通常半个小时起步 直到这天突然有了变化 卷发姐的牙齿无缘无故地脱落了 埃里克知晓后大惊失色 立马带着妻子来到小镇诊所 医生克里斯蒂并不在 好在女友玛丽也懂一些护理知识 经过一番检查之后 她认为是卷发姐营养不良导致的 一旁的埃里克想想还真有这个可能 妻子已经连续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卷发姐露出无奈表情 她实在一点胃口都没有 将妻子送到群居屋后 埃里克觉得有必要去找父亲谈谈 卷发姐正准备进门 突然看到有人在收拾腐烂的蔬菜 等几人离开后 她好奇地闻了闻 竟然悄悄拿起一颗啃了起来 试了试味道感觉还不错 卷发姐就这样躲在角落吃起了腐烂蔬菜 看样子腹中胎儿也不会正常到哪里去 而回到现实世界的贝莎 在餐盒留言的提示下 终于找到了马克的父亲 她一眼辨认出儿子使用的午餐盒 很想知道贝莎是从哪里来的 女人开始讲述这段时间的离奇经历 从误入小镇到夜间的恶魔 可老者已经听得不耐烦 她只想知道儿子马克在哪里 贝莎说那个小镇她也不知道怎么进出 老者火冒三丈 认为贝莎就是一个骗子 连这么离奇的故事都能编出来 她刚刚已经报警了 警察20分钟后就会赶到 这下贝莎彻底傻眼了 连当事人家属都不相信 就更别说食不关己的警察了 心急之下她让老者打开电脑 上面果然有贝莎一家失踪的新闻 可这并不能证明她没有说谎 贝莎都快疾疯了 只能讲述关于马克的所有细节 说到她想救出困在高塔里的孩子时 老者的脸色变了变 忽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应该是警察赶到了 贝莎面罗哀求之色 老者竟然真的将警察打发走了 甚至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美食 态度之所以转变 就是因为他也听说过高塔里的孩子 当马克六岁时 他的母亲开始听到奇怪的呼喊 其中夹杂着求救声 一群孩子说自己被困在了高塔里 没过多久马克也失踪了 老者觉得两件事存在某种关联 尽管贝莎的经历匪夷所思 但是涉及到孩子马克 他宁愿豁出一切 相信贝莎所言都是真的 贝莎听完后心中大定 终于有人支持自己了 也许这就是他被送来这里的原因 老者赞同的点点头 表示还有重要的东西给他看 随即两人来到昏暗的地下室 他说妻子出现幻听后没多久 竟然开始看到奇怪的东西 他把所有的一切全都画了下来 而此时的贝莎已经听不进半个字 因为图画里的内容 几乎都能在小镇里找到原形 一旁的老者还在喋喋不休 他的妻子经常说自己是选中者 职责就是解救那些永远困在某处的可怜之人 虽然始终没有成功 可妻子认为自己不是第一个被选中的 也不是最后一个 当有人接到孩子的电话 那么他就会成为新的选中者 毫无疑问 眼前的贝莎就是其中一位 而在小镇中的鸡母刚刚回到家里 墙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好奇地拿起来接听 电话那头竟然传来死去儿子的声音 以上就是梦魇绝阵第三季的第二集内容 感觉这季信息量好大 不过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在上一季中被杀确实接过孩子的电话 也看过奇怪幻想 原来这就是选中者的特征 而本集最后鸡母也接到了电话 难道他也要成为选中者 带领大家逃离小镇吗 也不知道他那个高级电线做得怎么样了 有独特见解的朋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